全国降到二级警戒各县市环保机关的防疫消毒大队 可说是劳苦功高的一群 因为他们穿梭在有确诊者足迹的地方 努力清洁消毒 在第一时间降低病毒存在环境里的风险 让民众能够安心生活 台湾从五月份升至三级警戒 全台进入高度戒备 除了医护人员努力救治确诊者 还有一群劳苦功高默默守护民众的人 那就是环保机关的防疫消毒大队 时间上大家要自己会调试 什么时候要调判你出来做疫情不知道 防疫消毒大队穿戴防护衣 背着重达二十五公斤的机器与药水 向周边环境喷洒消毒 另外像是车载式喷药机 各式新型器具 都能针对不同的环境 彻底清洁消毒 这个个数越来越少 但是我们只要没有办法清理 所以我们就随时随地要去切断 它可能的传播 所以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环境的清销 避免它透过环境去做成果 从去年成立的防疫消毒大队 累计已出勤超过三十二万四千人次 清销面积达到一千两百三十二平方公里 同时也与化学兵合作 第一时间降低病毒存在的环境风险 让全民能安心健康的生活 记得从文华中文报道 三级警戒解除台北市与台东县政府 签署观光合作备忘录 除了加强双城城市行销 也希望能振兴国内的观光旅游 还特别制作3D熊展热气球 将首次参与台东热气球加年华 另外北市府也与台铁旅游业者合作 来规划旅游行程 邀请民众一起深度探索台北 台北市长柯文哲与台东县长 柔沁林互相交换城市大礼包 宣布台北首次制作的大型熊展热气球 将参加台湾国际热气球加年华 希望借此促进双城合作 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一夜结合 跨线是整合 大家都有力 可以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好 所以应该我下个礼拜会找个 最继续找个时间到台东去 去做我们那个熊展热气球 3 2 1 台北熊展热气球 熊展Bravo 3D造型热气球 抢先公布 这是台北市首度以吉祥物加入 也是继台东之后 唯一拥有代表球的城市 另外也跟旅行业者台铁合作 规划台北明日号旅游行程 邀请民众深度探索台北 想感谢市长那时候就决定 要把城市透过热气球 介绍到全世界 虽然今年的热气球嘉年华 只限定台东人参与 但台北市长柯文哲将在8月13号 亲自前往台东 抢先体验搭乘熊展热气球 同事业共同签署合作备忘录 加强两室观光与城市行销 为了营造友善的校园环境 市行大学不仅在校园内设置原住民专区 更新建一座泰雅族传统的瞭望台 并在8月1号原住民族日 当天举行揭幕仪式 希望通过实体的文化意象 来提升在校原名声的自我认同 泰雅族祈老温暖洪亮的歌声 不但传递了感恩与祝福 也为市行大学原住民专区 瞭望台揭幕仪式揭开序幕 为了营造友善校园环境 市行大学副校长陈清和 不仅在校园设置原住民专区 更新建一座泰雅族传统的瞭望台 并在8月1日原住民族日当天 举行隆重的揭幕仪式 市行大学里面 我们将近有300多位的原住民同学 我们有原住民专班 那我就在想说友善 友善应该从哪个地方做起 从环境 所以我们就想找到一个 在市区里面再也没有那么适合的地方 就是在我们广电大楼的后面 有一个原住民的专区 这个地方一眼望去 就是原住民的部落的风味 所以我就把这个地方画出来 经过学校同意之后呢 也希望这一个地方也能够代表原住民的同学 可以在这边共处 那也可以跟很多很多的校内的老师 学生 社团都可以一起到这边来 这个享受一下 为了新建原汁原味的廖望台 四星大学特别聘请宜兰县大同乡的泰雅族祈老 担任工艺讲师 并指导原住民学生参与建造 让学生从建造过程中 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 我觉得在这次有这个廖望台的设立呢 就是让我们在四星大学里面能够 就是有新建一个就是有一个原住民这个一个元素的 一个建筑物 而且是由我们自己亲手搭建的 那就是会有一个比较有亲切的 算是一个立基点 廖望台具有守望相助 守护家园的意涵 可说是原住民部落的重要符号 四星大学希望透过实体的文化意象 凝聚更多原住民族群学生 并透过相互理解 包容的教育方式 提升学生的自信与认同 记者伦宏采访报导 为了发扬医神保身大地悬湖祭祀的精神 台北市保安宫从107年开始举办医疗奉献奖 来表扬有杰出贡献的医疗人员 而今年个人奖由骨髓移植的权威 陈耀昌医师和神经学的大佬 陈荣基医师来获得 而团体奖则是由高医元乡 医疗团队拿下 由医疗团队组成的市内乐团 演奏悠扬乐曲 为大龙洞保安宫第四届医疗奉献奖 颁奖典礼揭开序幕 今年个人和团体奖各有六对报名 最后由骨髓移植权威 陈耀昌医师 医界大佬神经学医师 陈荣基和高医中和医院 元乡医疗团队分别得奖 从他们的得奖司机 我们可以看得到 他们确实对台湾的医疗 有很大的成就的贡献 宫教利他的观念 可以表现在对生命的尊重 保生大帝所代表的医疗精神 保安宫邀请台大医院前院长 李源德担任评审 由副总统赖清德 亲自颁发奖牌及奖金 一百万元 为了弘扬医神保身大地 玄乎济世精神 保安宫从一百零七年开始 颁发医疗奉献奖 鼓励从事医疗工作 超过三十年的解除医师 医疗奉献奖得主 全都是一届的典范 保安宫希望借由活动表扬 期许更多医疗人员 在专业领域不断精进 健全医疗照护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全民封奥运就连诈骗集团 也搭起时事热潮 在脸书来贩售中华奥会联名的口罩 还附上运动员的照片 标榜正品 吸引民众来下单 有消费者点选订购后 却迟迟联络不上卖家 收到的也只是一般的口罩 让民众大骂业者骗很大 脸书广告跳出贩售奥运口罩 还附上名人照片和新闻画面截图 厂商标榜医疗用奥会联名款 吸引民众下单 接着提供卖场连结 等到民众发现订单有问题时 却联系不上厂商 选手平常在带的这些口罩 或者是行李箱 或者是一些外套之类的 来吸引民众来连选购买 这个口罩真的来的时候 才发现它根本只是 一个非常阳村的口罩 买家询问出货时间 迟迟未得到卖家回应 等收到货却只是一般普通口罩 让民众气得报警 警方表示这阵子类似的案件 层出不穷 嫌犯抢搭时事 卖热门商品诱骗消费者 光是今年上半年招诈骗人数 就比去年同期多出两成 警方呼吁脸书不是购物平台 非必要尽量不要再上投交易 如果遇到不明网络连结 也不要点选 避免各自外泄 建议还是向有信用的卖家购买 以免受骗上当 记者 邱世民台北报道 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 各地有什么活动讯息 同时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